近日 中国河南省遭遇罕见特大暴雨 郑州 新乡等于中北地区出现严重内劳 河南省政府7月25日召开发布会 通报此次强降雨 已造成全省63人遇难 另有5人失踪 这次重大灾害也引起了远在香港的河南同乡们的密切关注 他们出资出力 希望能尽全力帮助家乡渡过难关 河南省我们现在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 一个是我们从郑州市 新乡市 安阳市 郊州市 州口市 这几个市都出现了大面积的受灾的情况 目前受灾人口1150万人 在移民转移 紧急避险 以及转移的人口达到250万人 这个人口大概能够占到我们香港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受灾的农业 受灾的面积有1300万亩 香港河南总商会总干事王卫东多年前来港 疫情下许久未能回家乡 王卫东坦言 洪灾中最担心的便是身在家乡的老母亲 强降雨使河南省多地断水断电 王卫东只能多次委托自己的好友前往探望 确定母亲的平安 难过和不安之余 他的言语间也充满感动 他感谢前来河南救援的解放军战士 消防队员以及民间志愿者团体的无私帮助 这段时间感动的事情 时刻感动着我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流出的泪水 大的瞬间 当然我们的官兵 我们的消防战士 进入郑州市的瞬间 感觉到天兵天将 来到了这个 来到了河南 来到了郑州 来到了我们群众中间 更多的是我们民间自救的 还有我们的 我觉得这次很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 这个义工 义工人群群体 就是做志愿者 志愿者群体 我们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志愿者群体 然后自发的去到各个地方去捐助 去救灾 做了很多无私的奉献 香港河南总商会也身体力行 迅速向家乡捐款 香港各界爱心人士及机构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一笔笔来自香港的捐款涌入河南 当7月20号 我们就是在新闻上看到 在河南郑州地铁遇难的同胞 我们商会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联系我们会员的各种 开一个紧急会议 然后第一次最快的速度选住了12万人民币给受灾的同胞 中联办第一时间开通救灾账户 我们商会也响应中联办的号召 也是募捐了很多大批港币150万 通过河南慈善总会 截至到24号不完整的总计 社会各界包括华润集团 招商局 还有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一定对我们河南捐助了1.75亿港币 灾难无情 人间有碍 商会总干事表示 虽然天灾不可避免 但香港整个社会对于河南的关心让它感到鼓舞 这体现了民族之心 香港整个社会对河南受灾的反应 让我们很感动 也非常的惊异 也非常的温暖 也感受到鼓舞 一个是爱心 人爱之心 同胞之心 同情之心 民族的爱 第二个就是认同心 民族认同感 国家认同感 兄弟情谊的认同 回来了 这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 第三是信心 有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快的速度 出现这么大的捐献额 我们向河南老乡 说一声 河南加油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